穿著粉色上衣白色裙子的男子 在大馬路上大聲咆哮 就算圓警到場歸勸 男子還是情緒激動 不斷出言挑釁 眼看對方不願配合 一旁的女警拿出辣椒水 就往男子臉上噴 接著就將他壓制在地 帶您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男子就算被壓制了 還是不斷路罵圓警 事發在高雄三明區建國山路 二十五號凌晨兩點多 四十歲的夜姓男子 不知為何突然情緒失控 跑到馬路上大呼小叫 有路人見撞上全勸導 沒想到男子竟然還揮拳攻擊 甚至恐嚇路人 即便圓警到場 男子情緒還是非常激動 甚至出手推擠圓警 男子最後被強勢壓制帶回 被依妨愛公務恐嚇等罪嫌移送偵辦